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嫩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面条劲道又不粘连 色香味俱全 好吃入味 有喜欢的赶紧学一下 食材面条 长豆角 五花肉 黄豆芽 辅料大葱 生姜 花椒 八角 干辣椒 调料老抽 料酒 食盐 胡椒粉 鸡精 十三香 红烧酱油 家常焖面好吃入味 下面开始准备食材 准备长豆角一把 清洗干净 切成段 准备五花肉一块 切成薄片 再准备适量的面条和黄豆 把黄豆芽清洗干净备用 下面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大葱一段 切成马蹄片 准备生姜一块 切成丝 全部放在一起 抓入一小撮花椒 一粒八角 几粒干辣椒备用 下面开始烹饪 锅内烧油 充分划锅以后 倒出热油加入凉油 倒入准备好的葱 将等小料一起翻炒 香料炒干炒香以后捞出来 把肉片倒入锅中 煸炒一会儿 炒出肉片中的肥油 五花肉充分煸出猪油 焖出来的面条会更香 倒入黄豆芽和豆角继续翻炒 加入一点老抽掉色 把颜色炒均匀 盐锅边加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一点料酒去腥 水的量与菜持平即可 水太多的话 焖出来的面条不够筋道 加入食盐三克 胡椒粉二克 鸡精二克 十三香二克搅拌化开调料 把面条均匀凸在上面 盐锅边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防止面条粘锅 盖上锅盖 转小火焖八分钟左右就熟了 期间要经常晃动锅防止糊底 八分钟以后 用筷子或者勺子把面条焯散 让它均匀吸收汤汁入味 好了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焖面 有了解了吗